翻译 & 李宗盛 李宗盛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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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在这边稍微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曾经在30年前我在马街医院当营养师 台湾的马街医院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教学医院 如果有人从台湾来的话 我可以知道 这个教学医院我在那边待了七年半 将近八年的时间 在我离开台湾到美国来念书 事实上在我离开台湾之前 1984年 我曾经是马街医院公费送我 到纽约的 Memoria Sloan Catalan Cancer Center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癌症中心 那为什么当时我凭什么 马街医院的副院长 愿意 马街医院是个基督教医院 OK 所以跟你们讲得很坦白 我不是个基督徒 我到今天都不是 但是我会背整本圣经 而且我是用闽南语背 OK 我是外省人 我山东人 但是 因为我在那个医院上班 我们每天都要念圣经 我们要带着所有的工作人员念圣经 那这一路走 所以当时在1984年的时候 我跟马街医院提出来的一个proposal 就是说 其实临床上的病人 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尤其是癌症病人 癌症病人怎么死的 基本上在30年前 癌症病人死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 吓死 自己吓自己 OK 自己觉得完了 我人生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的 影响他们的情绪 那食欲不好 所以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营养不良 因为他心情不好 所以他吃的东西该吃的没吃 然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 包括你必须用饥饿疗法 因为你要把癌细胞饿死 如果太营养的话 可能癌细胞会长大哦 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搞得你眼花缭乱的 尤其现在更严重 各位可能还不是 是常常在网路上寻找资料 年轻的一代更惨 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网路上 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吃饭 好好的吃饭 我今天在这边要跟各位讲一句话 现在很多人的借口是什么 我没有时间好好吃一顿饭 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好好吃一顿饭 将来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生病 跟看医生 OK 这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也知道我也能够理解 很多家庭需要双心才能够走下去 但是我也不怕各位知道 我事实上在过去的二三十年 我完全靠一份薪水 靠我先生的薪水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的价值观是 孩子不能等你长大 孩子不能等你把钱赚够了 你再去培养他 你再去陪他 同样的健康版不回来 尤其是我先生 他常常去的超级市场 我很怕叫他去超级市场 因为我明明叫他去买一个大蒜 他回来可以带很多东西回来 那他最常买的是什么呢 做那个意大利面那个番茄酱 为什么 因为那个最常on sale 所以他每次回来我问他 你为什么又买这个 哦 因为on sale 所以我常常讲减价的东西 OK 我跟各位说 健康真的不能减价 OK 真的不行 但是今天尤其是我们是移民 我也是移民 我来美国三十年 我也是移民 我们移民这条路走的其实很辛苦 我常常尤其最近 我回头看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 不是只有我 不是只有你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其实都很孤单 因为你在朝你自己的目标走 换句话说 我在讲回刚刚讲 1984年我到美国来 学怎么样做癌症病人的营养照顾 如果你的营养状况没有照顾好 你很难去接受化疗 开刀 你没有本钱 所以你一定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 我得了癌症了 我该怎么吃 虽然 可能我这句话讲完 各位也不用听了 OK 后面也不用听了 我的答案是 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把本钱存够 你要有足够的本钱去应付各种治疗 因为一旦有化疗的时候 可能有朋友 在座的朋友 有人经过化疗 会呕吐 食欲不振 但是 当你的营养状况不良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挑战 那我们也 我刚刚已经讲 为什么很多癌症病人是饿死 有没有听过 常常很多人走掉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对不起 都不是你最初被诊断出来的那一个疾病 都不是 很多都是什么 第二个 比如说肺炎 肺感染 是不是 那这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你们都听过 有人说 走了 因为肺部被感染 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你的免疫能力 免疫系统下降 你身体没有足够的免疫能力 去对抗所有外来的感染 当你的免疫系统下来的时候 外面空气中很多的细菌 或者是绿果性病毒 而把你的免疫系统给掌控住了 OK 那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跟各位谈 其实今日饮食面面观 不是 其实应该不是今天的题目 而是我们上次在健康日的题目 但是因为我想你们已经登出来了 所以我就还是用原来的这个题目 那大家就问 那该怎么吃呢 我是该多吃呢 但是我没有告诉你 把自己给吃撑了 没有 OK 我只告诉你 吃你想吃的 但是我所谓的吃 所谓的食物 是真正的食物 而不是加工品 再做各位回想一下 你昨天吃了什么 OK 礼拜四的不算了 礼拜四中秋节 OK 礼拜四可以跳过去 OK 你回想一下 昨天礼拜五吃了什么 礼拜一到礼拜三你吃了什么 你吃的真的是食物吗 我相信各位很多吃的东西有一半以上 那个不叫食物 那个叫食品 那个叫加工过的东西 这一个礼拜 在你煮饭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加了海鲜酱 你是不是加了蚝油 你是不是加了沙茶酱 这些都是加工食品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坦白说我们念营养的人 40年前 当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 食品跟营养是同时一起念的 所以我们需要懂得食品 我最近其实也常跟学生讲一句话 我觉得好不公平 我们念营养的人 我们是要管 我们想要教大家正确的吃一天三餐 但是我们的地位远远不如医生 医生 你一年看几次医生 有没有人看365天乘以3 你有没有每餐去看医生的 其实营养反而更重要 OK 但是呢这个观念 中国人因为以前不管在台湾也好 还有在中国大陆也好 因为大家忙于三餐 你觉得我能吃饱就不错了 然后孩子在吃饭的时候 快点快点 这些东西我们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吃很重要 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把这个吃当做一回事 OK 在台湾我小的时候呢 我妈妈常讲一句话 或我外婆也常常讲 吃饭的时候好比是个皇帝 你不能来打扰我 但是我们现在吃饭的时间都太短了 那每一个人其实吃饭的时间都需要至少20分钟 有人说我哪有这种时间 有 尤其现在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花太多的时间在电脑跟手机上面 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问我要该怎么好好的吃 为了节省时间 我跟各位讲 我最近有个新的想法 当然已经在某些演讲讲过了 我的新的想法 你想好好的对待自己 好好地吃一顿饭 吃饭的时候绝对不能把手机拿出来 真的不行 我真的是在台湾看到很多妈妈 甚至为了孩子吃饭 怕孩子炒把手机放在孩子的面前 这是最要不得的事情 孩子根本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 OK 我相信没有大家紧急到这种程度吧 没有紧急到我随时要去回答 去回答这个电话 我觉得现在我们是被这些科技给控制了 我常跟我的孩子讲 你要懂得去用这些东西 而不是被这些东西来控制你 所以手机说真的 第一个很要不得的 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在头的旁边 你不是医生 你不是24小时uncall 就算24小时uncall 也不需要那个电话放在头的旁边 OK 再举一个例子 我等一下可能也会讲微波炉 微波炉真的这么方便吗 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用过微波炉 我也活得很好啊 大家说为了剩的东西 那这是你的习惯要改变 尽可能不要让它剩下来 就算剩下来 你也可以用一个小锅子 根本不用两分钟就热了 OK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我们今天就不谈 那怎么样吃才对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2014年 三个地区 主要的三个地区 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多的地方 一个是中国大陆 台湾 还有亚裔的美国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地方 基本上二性肿瘤 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 但是在我小的时候 我其实不见得比各位年轻 我也六十出头了 在我小的时候呢 你回头去看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字眼 恶性肿瘤 我1979年进到马街医院 当营养师的时候 甚至那时候还没很少听到这个东西 如果有人被诊断是肿瘤 我们都说 哇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那个比例小到不能再小 但是现在你走在马路上呢 五个里面有一个就是癌症的病人 OK 那再来呢 心脏血管疾病 那你可以看呢 这边所有呢 我有用黄色或者是那种米色的颜色 盖的 都是跟饮食有关系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我们从小都听过一句话 病充口入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十个疾病里面 至少有六七个 完全跟你吃有关系 最后一个各位可以看 第十位 自杀 很多人认为 OK 这只是心理的问题 坦白说 这几年 我已经推动了二十年 其实自杀跟什么有关系呢 其实我觉得跟吃也有关系 现在有太多的人 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吃饭 对不对 我坦白说 我这一个月是我这一辈子 可能生活最不正常的一个月 有一餐每一餐吃饭了没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刚好我先生不在 我先生人现在在台湾 台湾大陆两边跑 那他不在 两个孩子也不在家 我干嘛啊 我才懒得煮给自己吃 还要洗锅子洗碗的 对不对 我就看冰箱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好像垃圾桶 这一个月我真的是在清冰箱 OK 所以自杀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相信有人听过我的演讲 我这二十年 我很鼓吹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 饮食尤其是 家里面的人一起吃饭 这是培养家庭结构 非常重要的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不要小看这一点 我的孩子 或我的先生在外面 心情好不好 我就可以看吃饭的时候 今天吃多了还吃少了 我可以知道外面是不是有事情 我从来 我结婚三十年 我从来不会跟我先生说我爱你 从来没有 到今天都没有 OK 我也从来没有跟我孩子说过我爱你 都没有 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快二十五岁 一个刚满二十二岁 从来没有 但是我怎么表达我对他的爱 是我永远是煮他要吃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煮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我这两天是真的吃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是什么 都是白面条 OK 因为越简单越好 所以事实上饮食是一种表达 我们父母之间对孩子的一种爱 那我今天我爸爸已经过是三十几年了 今天让我最怀念的也是 我在家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一起包水饺的那一个场景 OK 那个是让我 我那时候最讨厌的样子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呢我爸爸要包水饺包包子 他剁蒜 剁葱 那是我的工作 OK 因为我爸爸讲了 山东人的女儿不能不会做这些东西 你书念的好不好没关系 但是这些东西对一个山东人的家庭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些东西我们承袭的什么 我们承袭的一个家庭的观念 但是今天问题出在这里 不管是美国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我们今天很多的健康出的问题是 外食过多 你太依赖在外面的东西 你为什么他煮的比较好吃 为什么你煮的就不好吃 原因就出在这里 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好吃 所以一定是糖 糖 糖 盐 油多 那也还另当别论 问题是你不知道里面加的什么 我刚刚已经讲了 蚝油 沙茶酱 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吗 你并不知道 OK 所以营养跟健康的关系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心脏病 恶性肿瘤 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 我相信糖尿病 现在中国人的糖尿病 是全世界第一位 OK 照理说 我们看起来并没有美国人那么胖 400磅 600磅 为什么我们有糖尿病的问题 OK 事实上 我们中国人 今天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的体脂肪太高 为什么体脂肪太高 因为我们不运动 包括我自己在内 为什么我每天都坐着 我要准备学生的教材 要写文章什么什么 理由很多 给自己相当多的理由 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运动 OK 现代人健康问题 基本上出于四个原因 第一个 饮食不当 怎么样不当 等一下会再讲得更详细 睡眠品质很差 有多少人可以跟我一样 我每天晚上倒下来 我不用一分钟 我就没知觉了 天塌下来 什么外面刮风 什么的下雨 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醒过来就是早上六点钟 而且我不做梦 所以我先生说 我是个没有梦的女人 我真的没有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一直跟我强别说 有 你绝对有 但是我真的也不记起来 记不得了 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精神抖手 所以睡眠品质很重要 那睡眠品质 那跟你营养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如果你今天晚餐的时间 时间吃得太晚 OK 还有你吃得不够清淡 你的所有的食物都在肠胃 还在做工 那我请问你 你怎么好好的休息 我基本上 七点钟之后 我基本上是不吃东西的 OK 因为你的肠胃也要休息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讲的 比较详细一点 缺乏运动 我们现在做的机会太多了 那我也知道 OK 现在我们都是靠电梯 那上了一个年纪 确实膝盖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也有膝盖的问题 生活压力 其实生活的压力看个人 现在的孩子也有压力 他打电动玩具 打输了也有压力 我们为了生活 账单来了 这个都是有压力 所以要懂得怎么平衡 那运动跟压力之间是一个最好的平衡 那这些四个原因呢 造成我们身体发炎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我想在座大家 很少把这两个东西黏在一起 其实糖尿病 心脏疾病 恶性肿瘤 肾脏病 自体免疫疾病 关节炎痛风 这个都是你身体发炎造成的 为什么现在 现在的人 有这么多的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其实是因为长时间 你吃的东西不当 怎么样个不当 各位有没有想过 从你的嘴巴到口腔 事实上是一个管子 从头通到尾 这是一个通的管 那你吃尽的东西 在你的小长龙毛 如果是不正确的东西 它不断 像我刚刚讲几个例子 这边应该没有 沙茶酱老板在这里 要不然我等一下会有麻烦 像什么沙茶酱 什么蚝油 这些东西 进到你的小长的时候 它不断的呢 在刺激或者是 损伤你的小长龙毛 那你的身体会怎么样 就会起反应 那久了以后 所以会出现很多 所谓肢体免疫的问题 OK 所以慢性疾病 事实上跟肢体免疫有关 我们先讲饮食不当 第一个时间不对 第二个种类不对 分量不对 地点不对 时间怎么不对呢 我们现在的人的早餐呢 像乞丐 有的吃就吃 没有的吃随便 或者面包随便 这边面包店很多 随便买个面包 一杯咖啡就解决了 你有没有想过早上 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的脑袋 尤其是脑袋 需要 适当的营养素 所以我有时候 常常办开玩笑 但是事实上也是事实 吃中份 时间快到了时候 你最好不要到公家机关 去办事情 因为那些人的血糖都很低 也会给你脸色看 OK 所以我们常常讲早餐的 现在的早餐 我们把它当做 就是像乞丐 有的吃就吃没吃 就算到中午再说吧 那晚上呢 每个人都像皇帝跟皇后 你吃太多了 所以你应该把它倒过来 你的早餐 要给自己充分的时间 晚上 因为活动量像假 你是不是晚上吃完饭以后 坐在那边看电视了 OK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希望晚餐呢 你越清淡越好 各位可能也有听过 有很多人可能半夜中风 为什么 因为整个血流量都卖下来的 而且很 不要说是年纪大的人 年轻人也有 我有一个老师 他的儿子 几年前三十来岁 好像是过节 买了呢 什么 所谓一大堆的卤味 然后买了酒 回家跟妈 他跟妈妈感情非常好 就跟妈妈两个喝酒吃卤味 第二天早上呢 他妈妈就觉得 要上班了怎么还不起来 叫他 已经走了 那换句话说 其实这也就是让我有一个idea 就是说 要去写一篇文章 事实上在晚上 真的不要有那种习惯 吃卤味 喝酒的习惯 那你会把你的危险率给增加 因为如果你已经有潜在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OK 加工食品过多 这是一个最严重最严重的问题 OK 今天你可以看十之八九 都不是新鲜的素材 这也是下一代小的孩子 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们并不知道 橘子枝从哪里来的 橘子枝跟橘子枝分开来的 OK 苹果派跟苹果长的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 OK 所以实际的材料 很多青菜 你问孩子 十个 十个九个 绝对不会认青菜 都不知道这青菜从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长的什么样子 看起来都是绿的 OK 另外一个就是 营养素摄取量不大 我们现在人摄取太多的脂肪 还有糖 以前其实过去三十年 念营养的人 我们把所有的罪过 都归在谁的身上 都归在脂肪 我们都认为 因为油摄取太多了 那事实上 这几年 这十年来 忽然间发现 其实原胸部是脂肪 原胸是糖 你可以看 我们拿糖 当作是一个好的东西 跟孩子说 你如果考试九十五分 我给你巧克力 如果你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完了 我给你一颗糖 我们是用糖吧 所以孩子会误认糖是什么 是好的东西 但是今天为什么糖出现很多的问题 OK 在地铁上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海报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其实这些含糖的饮料 汽水 Ice Tea 这些东西 到了你身体 不是只有蛀牙 在哪里 都在肚子里 肚子的那一圈 以脂肪的方式来堆积 OK 分量不对 现在的分量越来越大 如果你要去买奶茶 中杯的跟大杯的 价钱差不到哪里去 你买中杯的有点吃亏了 所以通常都会买大杯的 但是你要找那一杯喝下去 是很严重的事情 OK 地点不对 刚刚已经讲过 外食过于频繁 很多人的原因是什么 我没有时间煮饭 如果今天没有时间煮饭 没有时间吃饭 将来就会花很多时间在生病 OK 不知道怎么煮 其实煮饭不难 准备工作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讲实话 所以事先的准备工作 是一个重点 还有外食比较方便 也比较便宜 尤其这两天 刚刚Carol提到了 台湾这两天台风 所以蔬菜特别贵 OK 那所以有记者开玩笑说 烤菜比烤肉还贵 OK 那问题就是两码之四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那我宁愿在外面吃 问题是尤其是青菜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它有洗 你怎么知道 你自己都懒得洗了 谁给你洗这么多的菜啊 对不对 所以青菜 如果你要吃青菜 其实很大问题 很多人不吃青菜 是因为来不及洗 OK 那事先的准备怎么准备 等一下我希望 我有时间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刚刚已经讲 时间不对 种类不对 分量不对 地点不对 那尽可能减少外食 OK 这里讲 没有时间好好吃健康的三餐 不久将要花时间生病 OK 那这里呢 也要跟你讲一下早餐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或许有人已经听过我讲这个 不是笑话 但是这是事实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很有钱的一个朋友 买了一部Mercedes Benz 然后呢 从长岛要开到Mahattan来找我 但是呢 全新的车 第二天到了Mahattan 第五大道 就不动了 那他很生气的 然后警察也来了 因为造成交通阻塞 然后他把车厂骂了一顿 然后你要花了很多时间 稍微整理了 就是检查了一下 为什么昨天才刚出厂的车子 今天就不动了呢 检查了半天 就反问我这个朋友 小姐 请问你 昨天车子出厂之后 你有没有去加油 这是事实 他没有加油 我不管你这部车多昂贵 你哪里都去不了 同样的 你的身体需要加油 你的身体需要加对油 如果你要的孩子或孙子 在学校成绩表现很好 尤其是早上的油 绝对要加 你如果没有加油 我请问你 如果你今天在座 刚刚没有吃中饭的人 我不相信你现在可以听我讲课 OK 你如果肚子饿了 我希望我赶快出去 我到下面楼下去买个面包 因为你肚子饿 你血糖低 所以对有小小孩的家长或者主妇主母 我真的很希望你一定要强迫孩子在家吃完早餐才到学校去 不要认为学校有免费的早餐 我敢给你打包票 80%的食物全部在哪里 在垃圾桶 因为孩子不只是不好吃 孩子有人来疯 他去了学校 他跟同学玩的时间都来不及了 他哪还去好好坐在那边吃早餐吃中餐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所以一定要把饮食的问题顾好 这是含糖的东西 你绝对不相信一瓶可乐 对不起 一瓶他们分成雪碧 Sprite 一瓶Sprite 这是一份26公克的糖 26公克 但是那一瓶你要乘以2.5倍 这是一份 但是那一瓶喝完是2.5倍 所以呢 大概有80公克的糖 80公克的糖有多少呢 那个糖包一包是4公克 所以等于你那一瓶汽水喝进去是20包的糖 OK 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认为 维他命水vitamin water是好的 这是维他命水 这很健康啊 但是不要忘了它里面有很多的糖 OK 还有一个运动饮料 现在暑假过了小朋友回学校了 但是运动饮料里面 事实上糖很多 那你说运动呢 运动只需要一般的水 除非你有严重的脱水 那如果你还是担心电解质的流失 那我只建议不妨给一个柳丁橘子 或者是一根香蕉 就可以补它的电解质 你不需要让孩子去买这个 尤其那个运动饮料 尤其运动饮料的颜色是让我最不舒服的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很像那个擦窗户的那个清洁剂 OK Windex OK 那个东西是让我 然后也不要认为说 橘子汁什么 苹果汁都是好的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起来那个炸那个橘子汁 后来我拒绝弄了 OK 因为到最后手都受伤 你可以看这些奶茶 尤其这个是flushing的特产 连美国人都爱得不得了 是真的好吃 我偶尔也很 也嘴馋 我也想喝 但是呢有时候很不巧 我有时候 每次买这个东西我都被人家看到 后来我就不敢买了 所以我每次叫我儿子去买 然后坐上车 我儿子说 妈妈我们禁止很远的 你可以喝了 开玩笑的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你可以看这个奶茶的糖 可以到100克 可以到100公克 OK 偶尔喝喝没有关系 我已经讲了 我没有反对 我任何东西 什么东西要做有营养的东西 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考你们了 我相信在以前 尤其是在我祖父祖母 我妈妈那一代 什么叫有营养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有人讲说 这有营养哦 多吃哦 我们甚至叫小朋友说 这有营养哦 你要吃吃了才会长大哦 什么叫做有营养 任何一样东西 请你我希望现在 如果你实在听不进去 但是我希望这句话很重要 我常跟我学生讲 如果考试 如果你没有考过 你就完蛋了这一句话 OK 这句话非常重要是什么 任何能够吃的 只要他没有毒 都是有营养 都是有营养 但是 没有一样东西是完整的营养 所以你要吃很多种东西 互相互补 那有些人 比如举个例子 上过我课的人 我常常讲 最健康的零食是什么呢 像什么 腰果啊 杏仁果啊 这些干果类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水深攜带又很方便 肚子饿吃又有东西可以吃 而且还有 尤其是那个 那叫做核桃 核桃还是胡桃 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Omega 3 对你的脑袋有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核桃 胡桃还是核桃 你有没有看到 它长得就跟脑袋一样的样子 打开来的样子 OK 但是我常常讲 这个东西对大部分的我们 都是有营养的 但是对我儿子来讲 就是没有营养的咯 这个要他命的 因为他过敏 OK 除非这种情况下 其他都可以称为有营养的 但是不是完整的 我只希望这个观念你要清楚 那这个 我相信你看过这个海报 你的左手边的这个海报 在地铁都看到了 你有没有发现它到那个糖 但到了你身体以后之后 变成什么了 变成体脂肪 我们可以看现在年轻的孩子 那个肚子那一圈 照理说不应该出现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 照理说第二型糖尿病 不应该出现在年轻的孩子身上 而今天很多孩子有第二型糖尿病 OK 那是体型有两种 一种是在肚子一球在那个地方 我们叫苹果型 那另外一种是 女性大部分都是离子的形状 也就是屁股大腿那个地方 的脂肪比较多 如果你的脂肪是在堆积 是苹果型 也就是你的左手边 苹果型的话呢 它基本上呢 你就一个高危险率 就是你的心脏血管疾病 的高危险率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以看 如果你是横切面的话 这些脂肪在挤压你的内脏 而且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 那女性也是 我们刚前面讲我回去的 女性朋友呢 包括我自己在内呢 比较是属于那种离子形状的 但是呢 我一直都在 尤其是我做的时间特别长 我可以早上八点钟进图书馆 一直做到晚上十二点 我只上一次厕所 我可以这样子的人 OK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会很像离子型 但是等到了你的荷尔蒙改变呢 到了六十岁的时候 你的整个荷尔蒙改变 就很可能会跑到哪里去 跑到变成苹果型 所以最近我也很小心 我要很小心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这种倾向了 那这个呢 事实上你也看过 在地铁上也看过 这个海报 这个海报事实上是告诉你什么呢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一瓶汽水喝完了 你要从Uni Square 就是Mahattan的十四街 一路要走走到Brooklyn 这是告诉你 你就说把那一瓶汽水喝下去 你要怎么消耗这个热量 但坦白讲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在惩罚 你喝了汽水你要被惩罚 OK 那不过只是告诉你一个观念 那怎么样让你自己吃的比较健康呢 我想很重要的两点 一个是避免饥饿 第二个是要避免口渴 为什么 我刚刚很好看到有朋友 水深吸带一瓶水 非常重要 上我课的人 我也会 我会检查皮包 有没有水 跟健康的零食 OK 那所谓健康零食 是水果 或者是这样 坚果类的东西 OK 不是去买来那个 现在年轻人很流行的那个Bar 那个东西是我一口都不吃的东西 OK 我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 Anyway 口渴 为什么 当你口渴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种倾向 你经过功夫奶茶 你会进去买一杯 对不对 因为你想喝水 如果你随身有水 你就绝对不会经过Dunking Donut 跑进去买一杯冰水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口渴 这是一个饥饿 你不能让自己肚子饿 因为肚子饿的时候 回家翻箱倒柜 反正冰箱里面有什么柜子里面有什么 你全部拿出来吃了 但是如果你随身有一些健康的食物 当你饿了 随时可以补充 这个时候你不会有暴饮暴食的这种习惯 所以换句话说 当你要出去参加party的时候 或跟朋友聚会 我常常讲 不要说我今天晚上有一场宴会 所以我就把它从早上就一路饿饿到晚上 我告诉你到了会场 你可能无形中暴露了那个吃相不太好看 OK 还有你会暴饮饱食 所以出去party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出门前把肚子填饱 你去跟朋友是 他如果拼命吃你就开口讲话 因为你去那是要找人讲话的 那这个是我从你们的那个网站上copy下来的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精致塔 那这个精致塔呢 事实上我想多少有点参考 美国的饮食指南也就是这个 那你看这个是一个2010年的一个饮食指南 这个指南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 我并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到底该吃多少的五股类 吃多少的奶制品什么的 这个跟之前 之前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三角形 完全是三角形的 这个唯一不同的是什么 他加了一个运动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 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最缺乏的一项 一个 怎么讲 那个运动的意愿 刚刚我跳过去 前面有一个就讲到 那运动呢 各位觉得运动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花钱到那个健身房去 去加入member吗 还是说 买一个那个跑步机 我很多朋友家里都有跑步机 但是我每次去人家家里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跑步机都干什么呢 那个跑步机都是在放鞋子跟挂衣服的 OK 真的不需要 你运动 其实第一个事情要做的是什么 买一双球鞋 如果你买了一双球鞋 一双好的球鞋 你愿意去走路了 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 有个朋友 这位先生 我已经偷偷听到你讲一万步 他知道 要走路走一万步 我坐在最后面 我都听到他讲了 OK 每天要走一万步 每天至少要运动半个钟头 OK 那这个呢也可以输解你的压力 OK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压力是一个很大的呢 那昨天 事实上刚好昨天我学校的学生 刚好大学部的学生 刚好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这个是美国的饮食指南 后来他把它简化了 变成一个盘子 那我批评的是说 有谁家里的盘子长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也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用 OK 这个是在2015年 2015年刚出来 去年刚出来的一个饮食指南 去年的饮食指南 最大的争议出现了一个什么 不再限制胆固醇 通常有限制胆固醇 300毫克 那为什么忽然间说 胆固醇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 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最上面这个呢 也就是说希望你多吃 更多的植物性蛋白质的东西 减少动物性的蛋白质 那我们知道 胆固醇只存在动物性蛋白质 植物性蛋白质没有 你有时候可以买某些花生 花生上面给你写说 零胆固醇 那是骗你的 但花生本来就没有胆固醇 那他为什么要写零胆固醇 那意思就是拜托你把我买回家 所以植物性东西基本上没有胆固醇 只有动物性食品有 所以当我们在建议一般的人的饮食 从动物性食物减少 而增加植物性食物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胆固醇就不是问题 那胆固醇最主要是在哪里 在内脏 所以换句话说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虾子 如果你只是虾身的部分 尾巴的部分 基本上没有什么胆固醇 胆固醇在哪里 在虾头的部分 龙虾也是 龙虾的那个tail 它本身没有什么胆固醇 问题在哪里 在那个龙虾头 尤其中国人都会吃那个龙虾头 那肉类其实最不好的是在哪里 是在加工的肉类 美国人的话就是培根 还有呢这些做三明治用的 这些所谓co-cut的这种什么 火腿啊这一类的 这一类东西是不好的 那中国人的东西是什么吗 我们比较不好的大概就是 香肠 腊肉 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中 加了很多的消炎在里面 那另外一个争议 所以2015年饮食指南最大另外一个争议 也就是说蛋可以吃了 那刚刚这跟蛋固醇有关系 因为以前的人就是怕蛋固醇 一想到鸡蛋就是蛋固醇 对不对 其实很冤枉 OK 一个蛋黄的蛋固醇 事实上只占人体所需每天的74% 所以你吃一个半的蛋都不会有问题的 那蛋呢是一个最便宜 而且最完整的蛋白质的来源 只有蛋白不会孵出小鸡 只有蛋黄也不会孵出小鸡 所以我建议各位要吃是吃整个 如果你实在还很怕 OK两天吃一个没有问题 一天两个如果你有运动也没有问题 那但是要有一个观念很正确的观念是 这个叫做食物里面的蛋固醇 跟你的血液里面的叫血清蛋固醇 现在很多研究证明 这两个东西没有关系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各位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中国人 所以我想应该都是中国人吧 因为我现在讲中文嘛 所以都应该都听得懂 所以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吃很多的内脏 内脏是蛋固醇非常高的 再来一个是咖啡 咖啡呢很多人都认为喝咖啡 是个坏习惯之前 我自己就是一种 甚至我觉得我咖啡中毒了 尤其是我觉得我工作很忙的那一天 我就觉得我非喝咖啡不可 所以后来我让我一个学生做了研究 其实喝咖啡不是完全身理需要 其实是心理 觉得我今天不喝 我今天撑不下去了 OK 那这是题外话 但是这里的咖啡要很注意 这里所谓的咖啡指的是 不加糖不加奶精 如果你加了奶精 奶精里面的那个油 那个是转式脂肪 那个非常不好 如果你再加大把大把的糖 或者至少两包的糖包 两包就是八公克的糖 OK 那所以后来我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只喝黑咖啡的人 OK 所以如果你喝的是黑咖啡 三杯到五杯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你加进去的奶精 尤其是奶精 台湾现在要开始限制 不可以有奶精 因为奶精不是真正的奶 那个不是 那这个也是2015年一个很大的一个logo 饮食指南的logo 我很高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这个我已经讲了二十几年了 我要讲的是什么 吃的健康不是只在那边算 热量 只是算你吃了多少calorie 吃了多少蛋白质 食物是给人一种希望 给人人量 给人一种爱 你可以看这个照片 这是一个家庭大家在一起 这个不是我编的 这个是美国政府机构编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的是这个东西 那有人说 那我自己单身在美国怎么办呢 那尽可能的跟朋友 要朋友 所以饮食指南坦白说 我不是很 饮食指南 我最近常在讲 我很想写一本书 这本书是什么 一个是数字 一个是质量 过去的我们三十年四十年 我们追求的都是数字 我们没有追求一个品质 我们认为这个孩子 是好学生 坏学生是看他的成绩 我们看这个人是穷人富人 是看你银行里面的数字 而我们没有去看他的生活品质 OK 所以这个是 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是日本的饮食指南 那昨天我在上课 这个也是昨天上课的内容 学生哈哈大笑 我早就知道了 日本人跟美国人好像常常唱反调 刚刚是正三角形 这是一个倒三角形 但是我比较喜欢日本的饮食指南 它有它的哲理在 事实上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陀螺 这个陀螺是不是要运转 也就是说你必须不断地动 你才有健康可言 如果一个陀螺倒在那个角落 它没有那个工人在了 对不对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东西 那或者是整个陀螺 在台湾呢 在宜兰那个地方 还有那种大陀螺比赛 很大的一个陀螺 那你换句话说 这个木头是不是一样很均匀 秤的一个木头 它才能够不断地转 对不对 如果这个木头是一边重一边轻的话 它不用两项就倒在那里了 换句话说你的饮食也是 什么东西都要吃 那坦白说 这个东西都还是很悬 毕竟我花了四十年 你今天只要花四十分钟 就想从我这边学过去 好像有点不太公平 在这边送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原则 就是加工的食品 越少越好 这是我的饮食指南 加工食品越少越好 然后尽可能是食物的原来的样子 第二个 颜色越多越好 也就是说你用的食材 来举个例子 芹菜炒肉丝炒豆干 OK 炒胡萝卜木耳香菇 加在一起是不是就五六种呢 对不对 你要让种类一定要多 那简单的说 这事实上也不是我的饮食指南 事实上是日本的另外一个饮食指南 在四十年前就有 每天他们建议要吃三十二种食物 有人说哇怎么可能嘛 是有可能 我刚刚已经算一次给你听了 如果是豆干炒芹菜炒肉丝炒胡萝卜香菇木耳 已经六种了耶 这道菜里面已经有六种东西了 你告诉我不可能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刚刚又有人会讲 那你的早餐吃什么呢 不是面包咖啡以外你吃什么 我们家到今天已经多少年了 我也搞不清楚了 我们家的孩子没有喝完那一杯 我先生没有喝完那一杯 绝对不准出门 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吃东西 至少尤其我们在纽约的人 我们很幸运 蓝莓非常的便宜 蓝莓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所以蓝莓加上 刚刚讲的胡桃 蓝莓 胡桃各种莓 然后不是发莓的莓 是草莓这些的 蓝莓 黑莓这些 所有东西加在一起 然后脱脂的牛奶跟酸肉乳 然后加上亚麻纸 然后你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 你不一定要造我的 还有香蕉 橘子 我先生也是都把橘子丢进去 当然是把皮丢掉了 但是整个橘子放进去 然后打成一杯 然后另外我们会煎一个蛋 或者一个全麦的吐司 这样子加起来超过十种 我想这个例子是给你一个idea 就是说你知道这十种食物并不难 但是不是一个面包 一片面包或吐司 然后加上一个咖啡就可以解决 那刚刚讲为什么要颜色越多越好 种类越多越好 刚刚已经讲任何食物都不是完整的 你的右手边是大红豆 大红豆它的氨基酸缺乏了最上面那个氨基酸 黄色的部分最上面那个 那玉米呢缺少了最下面的两个氨基酸 但是如果你把这两个东西在一餐里面同时吃的话 有人说是怎么吃啊 墨西哥菜就这么吃 OK 你们发现墨西哥菜吃很多豆子跟玉米摆在一起 这个时候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 它的营养素就比较完整 有没有人吃过 我不知道其他省份的人有没有吃过 台湾吃的猪血糕 猪血糕事实上也是另外一个例子 猪血里面含有很丰富的摩基种氨基酸 是米里面缺乏的 如果当你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是叫你回去吃猪血糕 我只是给你一个例子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 它的氨基酸会比较完整一点 OK 那或者是豆浆 有人喝牛奶会拉肚子 那如果你要喝豆浆的话 豆浆你可以加上什么 可以加上芝麻 芝麻里面有的氨基酸是 豆浆里面没有的 这两个东西就可以互相互补 OK 那如果你觉得甜味不够 不要加糖 那你就可以加香蕉 香蕉比较甜 所以当你把香蕉跟豆浆跟芝麻 打在一起的时候 回家试试看 蛮好喝的 OK 但是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 很多东西吃的要酥 要脆 越酥越脆的东西 问题就越多 OK 两天前各位吃的月饼 OK 我不批评月饼里面有什么 因为我也吃了 但是一年只吃那么一次 不会怎么样 OK 但是不是天天 很重要的就是要看懂食品标签 OK 那这个也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这是不能够 我一下子没有办法讲完的 各位买苹果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食品标签在上面 没有 有啊 应该没有 OK 我知道 有标签是另外一个 等一下给各位看 有的 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Anyway 我现在讲的是说 新鲜的蔬菜水果 没有这个标签 换句话说 有这个标签的一定代表什么呢 一定代表是加工过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超级市场 五花八门 你怎么选 尤其在美国 OK 那但是那些前面刚讲 那都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的是这些东西 OK 所以你可以到 当然我觉得 住在Fashion的人 是天底下最幸福的 真的很幸福 OK 我们在Mahattan 我们还没有这么多的蔬菜水果 在路边上可以买得到 因为我住在Mahattan OK 所以Anyway 你到超级市场去 有人说我去至少一个钟头 其实我去超级市场 基本上是二十分钟 不会超过半个钟头 为什么呢 进了超级市场很重要的 拜托你不要右转 就算你是右派的也不要右转 请你左转 因为右转都基本上都是 你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 OK 所以请你左转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蔬菜 水果 肉类 蛋类 都在哪里呢 都在超级市场的外围 中间的货架 你不需要进去 所以你只需要的是外围 如果是在台湾的人的话 我建议是到 所谓的传统市场 在这边跟各位讲到 刚刚已经说了 i细胞是怎么来的 或许有的人会怨 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 为什么只有我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过了 每一个人在座的 每一个人包括我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 i细胞 只是有没有形成 一个去破坏你正常的 一个功能 OK 那这个事实上 是我在念硕士的时候 我在念硕士的时候 的一个 我们当时在做研究的 一个模式 不是模式 一个架构 I'm sorry 一个架构 任何人的 任何 当你有i细胞出现 基本上是什么 是你的DNA 你的细胞 基因改变了 那这个东西是 会受什么样的造成的呢 基本上是化学药品 荷蒙 或病毒 脂外线 辐射线 这些东西呢 让你的基因产生改变 那这个东西 有没有办法避免 有 有办法避免 那这个是属于 比较属于公共卫生的部分 OK 那我现在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边讲 是营养的东西 那营养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去 控制你的癌症 如果任何一个产品 告诉你 可以治疗癌症 我坦白跟你说 如果今天是我 我绝对不会去买 因为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情 如果有任何一样东西 告诉你说 这个可以治疗癌症 那是骗人的 因为他一定可以拿诺贝尔奖啊 对不对 到今天还有多少 尤其是在美国 花多少的钱在做研究 那我今天要给各位一个 观念的是什么 饮食 我们其实在 我们专业的领域里面 我的学生 尤其是我的学生 绝对不能允许讲说 这个食物可以造成癌症 没有人可以这样子讲 只是说 可能有这个关系 我们只能说 maybe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 那怎么说呢 我相信大家听过抗氧化剂 对不对 很多产品里面告诉你 这个抗氧化剂 有癌症的病人需要 或怎么样的 我这边很快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当你的细胞已经 DNA上面 基因上面已经有突变了 有两个可能存在的作用 一个是不是加速 速度加快 一个是什么 把它慢下来 只有这两种可能 你不可能完全把癌细胞去掉 不可能的事 只能 一了 是你没有吃对东西 它会加快 这是你没有吃对东西 往前走 什么东西叫做没有吃对东西 比如太多的动物性脂肪 OK 这种情况下会加速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很多的维他命C 有很多的植物素 或者我们叫做抗氧化剂 那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把这个发展的过程给慢下来 我们今天在营养上 只能做这样的工作 我没有办法说 我完全把你癌细胞给干掉 OK 那如果有的话 我相信那个人应该可以拿诺贝尔奖 OK 所以OK 我这个 刚刚一个是起始 它要有一个改变 然后第二个你会加速 是正加速还是负加速 那所以呢 起始者通常 在举个例子像石棉 黄麒菌毒素 黄麒菌毒素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什么叫黄麒菌毒素 在发霉的米或 发了霉的花生 坚果类 这有黄麒菌毒素 这个东西会造成肝癌 OK 这个叫起始者 那出镜剂呢 是什么呢 比如说腌制的食物 就像刚刚讲的是什么 香肠 火腿 腊肉 这一类的 那抑制剂 就是说 我们把这整个发展的过程 给它缓慢下来的是什么 维生素 矿物质 跟抗氧化剂 所以很可能 各位你买的东西 基本上 都是维生素 矿物质 抗氧化剂 OK 那或者 这个腌制的东西 我想大家都听过 吃烤肉 吃烤肉 有人告诉你 昨天中秋节 如果有前天中秋节 烤肉的话 有人说 尤其是胶的部分 会致癌 那 我是一个主张什么都吃的人 但是不能过量 那香肠热狗里面 刚刚已经讲了 因为在加工的过程中呢 加了一个消炎在里面 那个东西可能会致胃癌 那我在各位 在这边跟各位建议的就是说 我比较赞成的是说 刚刚已经讲了 抗氧化剂 所以在你的橘子里面 有很多的抗氧化剂 就是维生素C OK 简单的说 如果有些小朋友 要吃热狗 你跟他说不行 这会致癌 OK 会致癌的东西太多了 OK 我们基本上不太喜欢讲致癌 但是如果吃香肠热狗的时候 同一餐里面 我建议各位 吃香肠热狗的时候 拜托拜托 一定要吃橘子 OK 因为他可以把它的整个反应 给缓慢下来 如果你精神上有压力的时候 我建议你吃的是B群维生素 所有的维他命里面 我只建议维生素B群 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维他命 你会让你的尿液跟粪便 是全世界最昂贵的 藍莓是个抗氧化剂 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亚麻籽 还有皂米 皂米 他吃白米 因为觉得没有那种感觉 OK 白米就是比较 比较软 OK 另外一个 这边不太清楚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蛋白质的东西吃过量的时候 比如说你去吃 那叫什么 Buffet 中文叫什么 我儿子说那叫包肥 Buffet 他说是包肥 如果你去吃Buffet 自助餐是不是 OK 我相信吃自助餐的时候 你一定会吃过量 多少都会过量 为什么 因为你吃了少了 你觉得对不起你付的钱 但是你吃多了又觉得 OK 吃少了伤 伤感情 OK 那吃多了你又伤身 你回家很不舒服很累 OK 那我是建议各位就是说 如果你去吃Buffet 一定要吃 我相信都有 这三样水果 任何一种 或者任何两种 任何三种都可以 就是凤梨木瓜奇异果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分解小数 可以帮助你分解蛋白质 那至于饮食建议量 这是专业的人建议 每一千卡要建议 14公克的纤维 换句话说 女性每天要吃25公克纤维 男性38公克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也是我最反对最反对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只有在做 连我都不知道我吃多少纤维 而且我每次对说在台湾 我每年都会在台湾做演讲 我问在场的人 谁知道你吃了25公克或38公克 的纤维呢 我想基本上没有人知道 那我想在这边很快就是说 很重要的吃纤维的目的是 要让你排便 所以拜托你上完厕所回头一看 OK 看看你排出来的便是不是黄色的 如果是黑色的表示 是停留在你身体时间太长 OK 所以很重要的尤其是 对有癌症病人的朋友 我希望你的排便要很顺畅 把你在身体的毒素捡到最少 这个我就挑过去 那当然有讲到所谓有机食品 那有机的蔬菜水果 这12样东西是被农药污染最严重的 所以我希望你 原则上在前面的6样 尤其像这些 我觉得你最好是买有机的 或者是你要把它洗得比较干净 那这几样呢 这15样呢 你不需要 因为这15样是比较干净的水果 蔬菜跟水果 它比较干净 你其实无所谓 这个东西你在Google上都可以找得到 这不是我的专利 那有机食品 不要被这些东西骗了 什么东西要真正的叫有机食品 事实上你一定要找那个百分之百是 有的只是其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机的 就像刚刚讲 最上面一个100% organic 那才是真的有机 如果这些organic 它只有95% 如果说made with organic ingredients 只有70% 刚刚有朋友讲到 我有看到啊 我有看到我的水果上面 有那个标签 那你讲的标签可能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如果是四位数字的 就是大量生产的水果 四个数字的 如果是五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酒的 才是有机的 五个数字 第一个是酒的 如果五个数字是 第一个字是八 那个表示是什么 是基因改良的 最好避免那个基因改良的东西 那同样的 什么叫大量生产 什么叫有机 你可以看大量生产的草莓 它的营养成分有这么多 对不起 它不是真的营养成分 你可以看有机的草莓 只有一个成分 就是草莓 That's it 但是大量生产的 有这么大堆 一大堆什么东西呢 杀虫剂 OK 都是杀虫 这边列的 其实都是杀虫剂的东西 OK 所以anyway 最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都想要的话 就是可以把这些东西印出来 不过基本上是给你做一个参考 尽可能是自己准备东西 吃的东西 然后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增加纤维的摄取 纤维的摄取 为什么呢 让你排便的更好 那至于排便 最后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也有排便的问题 如果我那天要教书 那就完蛋 还有像今天 我就完蛋了 OK 为什么当你的注意力 在别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感觉到你的肠子在蠕动 那第二个很重要是你一定要吃东西 如果你不吃 请问你拿来的肠子蠕动 所以早餐是非常重要 肉类尽量选择脂肪少的肉类 油脂 也不要认为说橄榄油就是好的 尤其是深绿色的橄榄油 叫Extra virgin OK 那个东西绝对不可以拿来加热 那只能凉拌 那今天这边没有时间讲到 就说还有 如果你现在用的还是玉米油 我建议你最好换掉 OK 玉米油或者大豆油 尽量不要去用它 然后最后 如果你有问题 我们可以实体下再回答 不过我现在这边先提醒各位 我不做诊断 OK 然后呢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资料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怎么做 因为我不会算命 我不会算命 我一定要有各种检验报告 抗癌的物质 就是有抗氧物质 这些东西的 喝水 水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要小看水 但是呢 你们常常买的那个水瓶 摸起来会 卡卡卡响的那种水瓶 千万不要放到冷冻库里面 尽可能 你要用微波炉可以 但是保鲜膜 不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 那买碗盘的时候 也是拜托你 尽可能买白色的 不要买这种黄的绿的 看起来很漂亮的 塑胶 塑胶容器 尽可能不要回去 就是说不要一用再用 OK 那里面都会释放毒素 如果你要放到微波炉的东西呢 至少你要看它下面有个标签 至少是5号 OK 1234 拜托你不要放到微波炉里面 因为会产生毒素 那对不起 这个是我在另外一个单位讲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问我怎么样修心养 因为那个课是讲修生养性 那我把它改成了 你要修心就需要先养生 OK 每一个人都在讲修生养性 但是我想要修心养生 然后身心灵的健康 非常是从自己准备的食物开始 然后祝福各位 给你身边所有的人健康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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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下午 Football 一起开